勇给明就人波切 面对业力 你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业力不是命运 也不是宿命 但很多人都用它来做结论 那是我的业力 暗示着 我对它无能为力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与生俱来 就有冲动和偏好 体验和特征 这是很明显的 尽管我们粗暴的冲动 并不一定导致杀人 我们本能的向善 也不一定开展成无量的慈悲 但是任何本能习惯的成熟 就像种子需要因缘条件的辅助 充分运用我们所赋予的 和与生俱来的 去把握和引导我们的行为 始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它反映在我们的家庭状况 职业 以及我们富裕与否 它塑造了我们的兴趣和行为 减低或增加各种可能性 业力并不是叛无期徒刑 但它像一个我们可以调整和改变的偏好 并非不可逆转和改变 在职的禅修时 我们练习在冲动出路征兆的时候 就看到它 我们可以探测到偏向愤怒的冲动 避免它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冲动出现 那么反复的发怒会加强愤怒的倾向 而形成业力重复发生的习性 而认识说明我们瓦解对冲动习惯的认同 因而从中抽离 我们也可以用一怒来培养慈悲 让它成为对己对人有利的成分 身为人类 我们可以在正面和负面之间做选择 我们的业力也因此影响正面或负面 但如何选择是我们的责任 而它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们既不能支配 也无法控制生活的每一层面 善行不一定能防止我们遇到障碍 或者是过去的恶业成熟形成的恶果 由于业力太强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不能在一生中受尽其果报 这就解释了 因缘业力是多生累世影响着我们的 同样的 也可以看到在一生中 作恶的人遇得到好结果 如果我们只从一世来评判 这看起来很不公平 如果要用今生我们既得的所有行为 来解释一个事件的业力 就像要你把一栋房子 放进一只鞋里 那是行不通的 在我们能知晓的范围内 去检验因果 不管我们看不看得见 都会说明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业力 尽管我们看不见 听不到 摸不着事实 但这并不证明 因果定律关闭了 或停止服务了 这不像是停电时 电梯就不动了 这更像大气层内的电厂 持续运作着 无论我们有没有提供动力 没有人在生活中是毫无障碍的 但这不能作为行为不当的借口 比如说 当看到每个人不同程度的受着苦 我们会想 那有什么差别呢 不管我怎么做也都会有问题 即使我们不能理解今生的某些状况 是如何的被无法知晓的过去所影响 但是 我们依旧不能忘记 今天的行为会影响明天 如果分析过去 带来太大的抗拒 那么就往前看 看未来 未来既不是一个目的地 也不是我们无意中 发现一个随心所欲的方向 我们此刻就在创造未来 用过去的 因试图去理解现在的国 不如对未来果承担起责任 这样 我们就成为了自己的护法 如此一来 即使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下 我们的行为如何跟世界互动 都能成为保护我们的心 远离焦虑和不满的最可靠方式